每一天在街頭行為收噴射主管回收的車輪付去轉期前駕駕駛 不過經過環保鏡表示 轉期噴射車和回收車車輪都超過10年 每一年回收成本獎金千萬 加上數量嚴重不足 所以今年鄉長雄爭出一月七千多萬要來台灣 對出國會議員麻煩了無車又無倫烈直接來爭出 對出市長由於天駕駛只要設備不足 可以擔任第二誤比金來支援 第一到全部的補助裡面 其實第一項可以優先補助的 就是不堪使用或車輛耗損嚴重的車輪 已經超過10年以上的車輛 是第一優先來更換 第二就是排放標準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部分 再來才是年車輪滿15年 你是這樣去排列 所以看到你這裡希望你們未來的表格 這16輛裡面 我整理得比較好 垃圾車回收車是每天每天都要出車的 所以說180幾萬人口 37戶這麼大 我們開始是不夠 就盡力清楚 永康人口越來越多 那垃圾車明顯的不足 那在不足當中 好 好 用10年的結果用15年 那還有 你聽我說 不堪使用的一堆 那永康人口這麼多 該給他增加的 我想 我剛才已經跟各位議員報告過了 就是不分縣區市區 只要不堪使用的 我們就一律來 那就是要編率經費啊 但是就是沒經費啊 這第一點 我想永康 從兩個返道 第一個從二倍金 第二個從明年總運轉 好 你老的噴射車 每天超 黃柏哥表示 這五年來已經台灣100台 已經62台主管回收車 不過台灣速度 也是不會有路過的速度 為了拍片影響受噴射 甚至一旦進到維修 需要調度 所以每年剛才增加 變了400萬的維修費 也會繼續進出中央 幾次來買新車 待會兒新聞 觀集張稔為 蔡依供報的